大家好,我是徐勇老师,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正宗的上海人喜欢吃的葱油拌面,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吧。 需要准备的材料有葱,辣椒,糖,盐,酱油,油,还有面。 葱要多准备一点,因为我们要做葱油。 我们先做酱汁。 在碗里边倒入酱油,放上糖,再放一点盐,搅拌一下,多倒一点,开小火放入葱。 开小火,慢慢炸葱油,一直到葱黄黑色为止。 好,现在葱已经变成了黄黑色,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 我现在把里边的葱已经拿出来了,现在我们进行下一步。 因为我喜欢吃辣辣的,所以我要在里边放一点辣椒,如果你不喜欢吃辣的话,不用放了。 我们放上刚才调好的酱料。 好,大约20秒就可以。 这样葱油拌面的酱料就做好了,味道特别香。 这个葱特别脆,而且这个酱料特别香。 现在我们快速地煮一下面条。 用手擀面最好吃。 那我们把葱油拌一下。 拌一下以后,倒在面条里边。 搅拌好了以后,我们再放上葱,刚才榨好的葱。 再放上一点新鲜的葱花,是不是看起来很好吃啊? 又简单又香的,葱油拌面,大家试一试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